这个上升的过程好慢啊 布林姐 看起来今天晚上我们得露宿荒野了 我就生一哥伙伴了 附近好烈啊 裤子你还有伙伴吗 先把附近点亮 不然一会儿该刷坏了 我也没有了 我全部下档都在箱子里面了 我现在身上除了吃剩下的面包 就只有我的帅气了 嘿 少喝我又醉花蛇 先等这次空岛行程吧 这个坑也太深了 还是个圆形的 我下去看看 布林姐你小心一点啊 下面那么黑 可不有本大爷的光芒罩着你啊 立上你的臭嘴 下面有煤矿 我挖一点 然后去做点火把 哎 布林姐 我好像看到有什么东西掉在坑里了 啊 该不会是你的箱子炸了吧 不会吧 不会吧 我们不会这么大煤吧 没有没有 不是那种箱子炸开的样子 根据本大爷的经验 应该是火把那种需要依附在方块上的东西掉下来了 好像是的 而且还有一些小麦种子 这里的煤炭好多啊 不是应该先挖煤 还是先露树啊 还是先随便挖一点煤吧 先做火把 得把坑里都照亮了 哎 布林姐你去哪啊 我去录个木头做火把 你给我在那盯好了 我马上就回来 嘿嘿 这几只小鸡还在这儿下个蛋 嗯 就打一个木头就好了 不需要做太多火把 布林姐 布林姐 你有什么东西掉来了 我来了我来了 我先把火把都插上 好奇怪啊 这个大坑里到现在都还没有刷怪 明明都黑成这样了 布林姐 你看坑中间 好像是我们的项目门 我拿到了 哎 这个魔法怎么还没有结束 这动静也太大了吧 变态兔子 你要是再乱用道具 下次我一定吹爆你的头 我再也不敢了 还有一小半就快要完成了 我们找个安全的地方先待着吧 等它完成了 我们就搭方块上去 做一个水电机下来 布林姐 好像已经结束了 坑里还是好黑 我再下去敲几根火把 这个坑里好像真的不会刷怪呢 是我们的床 我先捡起来 我们的床 哦 布林姐 原来你 你在想什么 一张我的床 一张你的床 是两张床 只要你就不懂了吧 本大爷睡觉的时候 睡相比较差 从来都是一个人睡两张床 昨天你还没来 我可没给你留床啊 裤子 你可真是个大变态